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前段时间呢 这个光蓝高手的电影啊 在国内上映了 特意去看了一下啊 依照我个人的观感呢 这部影片没有让我失望啊 满满的回忆 给童年的经典啊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个小屁孩们说不好看呢 那是你们看不懂 而且从我的感受来讲呢 这也不是给新粉丝看的 如果说唯一有一点遗憾的话呢 可能就是那些朗朗上口 同样伴随我们成长的经典歌曲 没有出现 你像想要大声说爱你啊 直到世界尽头啊 只宁视着你啊 捕获闪耀的瞬间呢 对吧 那么其中动画片第四部的 片尾曲My Friend 也很受众多粉丝的欢迎 单曲啊 在当年就突破了百万销量 而他的演唱者呢 就是在90年代 日本非常火爆的摇滚乐队 ZARD 那我们今天啊 就来说说他的主唱 板井泉水 板井泉水 本名扑驰杏子 生于1967年2月6日 那出生地在日本神奈川县平种市 身高1米65 血型为A型 板井泉水是他的艺名 那么为了方便呢 咱就统一叫他泉水 泉水姐姐的父母呢 共予有三个孩子 他是家中长姐 下边啊 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有可能是在家中的位置 让他形成了一种温柔又坚强 开朗又积极的性格 在自己四岁那年 应该是搬家的缘故 全水姐姐进入了神奈川县 秦也市立西小学学习 后来也继续在秦也市立西中学读初中 1982年 15岁的时候进入神奈川县 立一志田高校就读高中 学生时代的泉水 喜欢音乐写诗 绘画和运动 参加过学校的田径部 吉他俱乐部 也加入过网球部 曾经想要进入学生乐队担任主唱 但是呢 由于没有空位而没能实现 1987年 泉水姐姐从神奈川县 松阴女子短期大学毕业 这个短期大学 一般是两年制 相当于专科或者技校 这所学校秉持的是 维新名人基田松阴的教学理念 所以叫松阴大学 毕业后的泉水来到 东京新宿区的一家房产公司 第一不动产任职 在这里呢 工作了两年 直到她被星探发现 才开始涉足娱乐圈 1989年 凭借超高的颜值 泉水姐姐成为了经纪公司 Stardust Promotion的签约模特 并且以本名扑持性子 到处参与活动 与此同时呢 对于音乐的小小执着 也没有放下 她在同年参加了 东映卡拉OK女王选拔 在300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进行模特工作期间啊 她除了拍摄了大量的写真集之外 还在公司的安排下 出演了一些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顺带一提呢 在泉水姐姐早期的众多写真中 不发一些尺度较大的照片 这也成为她今后一人生涯中啊 几乎唯一的黑料 从她整体的工作活动来看呢 公司还是想让她正式打进娱乐圈的 可惜的是呢 咱们泉水姐姐呀 天生是个镜头恐惧症 不论是面对摄像机 还是舞台下的观众啊 她总能让你尴尬到抠脚 有这么一类人呢 确实就是这样 平日生活里呢 挺开朗挺大方 一面对镜头或者站上舞台 整个人就麻了 非常不自然 想进娱乐圈啊 却怕面对公众 这应该是势力性难题 可是这么一个大美人也不能浪费了 娱乐公司啊 估计也是头疼 想来想去呢 觉得她唱歌不错 就开始着重把她往歌唱路子上推 也正因为如此啊 泉水姐姐遇到了她一生的伯乐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0年8月 Stardust Promotion公司的代表取缔一 戏野一郎 把泉水介绍给了音乐公司 Bean的社长 常户大姓 这家音乐公司现在叫做Bzone 旗下知名歌手包括仓木麻衣 和与泉水姐姐同时期的大黑魔技等等 作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呢 潮湖大姓一眼就看中了泉水的潜力 虽然在接下来Bean举办的BB Queens 和音甄选中落选 但潮湖大姓啊 还是决定以她为中心组建Zard乐队 并且亲自在幕后支持 从此啊 她也正式有了板井泉水这个名字 1991年2月10日 Zard首张单曲 Goodbye my loneliness发布 受到听众好评 首周啊 就进入日本工信榜前10名 可谓一炮大响 随后音乐公司趁热打铁 陆续推出其他单曲和首张专辑 第二年呢 凭借出色的表现 Zard荣获日本金唱片大奖 五大新人奖 同年8月5日 单曲拥抱无名之夜发布 在该曲发售之后的第六周 成功登上工信榜第九名 是Zard第二章进入工信榜的单曲 9月2日发行专辑Hold Me 首周就创造了8.6万的销量 乐队作品也第一次打入工信榜前三 随着乐队越来越受欢迎 泉水姐姐也开始配合公司 出现在公众面前进行宣传 但是几次在荧幕上出镜呢 效果都不是很好 还是老毛病 镜头前面的泉水啊 总是那么不自然 甚至会有刻意的躲闪 据说完成第一次电视演出之后啊 泉水紧张的腰啊都软了 战都站不起来 是被队员搀扶着回到了休息室 就连平日给专辑拍摄封面的时候呢 都很难达到摄影师的摆拍要求 那他很多非常自然非常好看的照片呢 都是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偷拍的 你可以而知 这肯定给整体工作带来了麻烦 于是公司呢 就干脆将计就计啊 来个饥饿营销 尽量减少泉水在公众面前露面 平时呢 除了发布音乐作品之外 只是零星的放出一些工作照 生活照一类的啊 这种反其道行之的营销策略啊 取得了奇效 人们反而更加渴望泉水和扎尔的露面 更加的愿意去关注他们 与此同时呢 泉水姐姐也开始发挥他善于作词的优点 潜心的去推敲每一句歌词 力求得到观众的共鸣 完美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 他是出过诗集的啊 是个才女 之后呢 撒着很多歌曲啊 都是由泉水自己填的词 把他称为日本九十年代著名的作词家 那一点也不为过 他的歌词除了少数表达男女感情之外 更多的是传递积极向上 勇敢面对困难的人生态度 而在九十年代的日本 正值经济泡沫破裂 股市崩盘 企业到处都在裁员 失业率和自杀率陡升 整个社会非常萧条 弥漫在一股阴郁之中 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在这种大环境下 一首由泉水填词的歌曲应运而生 他便是不要认输 在作曲家知田哲郎 明快而有力的曲调下 泉水姐姐把自己对大家想说的话 一字一句的填了进去 再配上他温柔和抚慰人心的声线 透露出满满的鼓舞之情 使得这首歌呢 成为了当时很多人治愈心灵的良药 不要认输只差一点 直到最后跑到终点 多少人在这些歌词的鼓舞下 坚强的生活了下去 据说在创作这首单曲的时候 知田哲郎只是把自己脑中的旋律写了下来 泉水姐姐在填词的时候 本来想写个恋爱故事 结果呢 想了想还是改成了现在的版本 最终拿到成品的长户大幸激动的说 这首歌一定会大卖 果然呢 不要认输一经发售 就冲上了工信榜亚军 在发行第四周 以20.6万的销量冲上第一名 成为ZAR的第一张冠军作品 随后在发行的十周内 一直占据工信榜前十 最终取得了总销量164.5万的成绩 是迄今为止 ZAR的销量最高的单曲 1997年 日本文部省 甚至直接将这首歌列入高校教科书 ZAR的自此成为日本国民级乐队 泉水姐姐作为乐队的绝对核心与主唱 靠着神仙般的容貌和激励人心的歌声 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女神 要说起泉水姐姐的颜值 也就四个字 仙女一般 她在镜头面前几乎都不化妆 单凭这一条 就秒杀一群 现在哪个女明星敢这样 也不做什么奇奇怪怪的发型 头发扎一下 就很自然的出现在那里 穿衣达曼也偏中性 非常的随意 虽然长得很鲜 但给人一种平易近人 很舒服的感觉 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说 泉水平时也是这样 只不过镜头后边的她 更加开朗体贴 一上镜头就傻了 性格总体偏内向 有点宅 每周的246肯定会去录音 而且都是从傍晚录到深夜 第二天再睡到中午 因此她也没有时间出去交朋友 处在事业巅峰的泉水 再接再厉 持续输出高质量的歌曲 即使炸的乐队的成员换来换去 也不影响什么 本来整个乐队 就是为她一个人服务的 1994年发行专辑 All My Love 由于本身人气已经暴涨 所以销量很可观 总共超过200万张 第二年发行专辑 Forever You 首周销量就超过了62万 登顶公信榜第一 1996年 ZAD发布单曲 My Friend 也就是灌来高手的皮尾曲 从这个时候开始 泉水姐姐频繁为各种动画献唱 97年发布单曲 Don't You See 再次以首周23.1万的销量 登上公信榜第一位 这首歌也是动画片 龙珠GT的篇围曲 而96年发行的龙珠GT开场曲 Dandan Kokoro He Karateku 心渐渐被你吸引 也被漫民们奉为神曲 是由知田哲郎谱曲 泉水姐姐填词 FuW乐队原唱 泉水姐姐的版本 应该属于翻唱的 98年发行单曲 无法呼吸 作为动画片 中华小当家的主题曲 这个也是童年经典 接下来在当年9月份的单曲 转动命运之轮 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作为动画片 名侦探柯南的拼头曲 再次首周打入公信榜第一 99年 萨特在太平洋的客船上 举行了乐队首次演唱会 这也算是游乐圈的奇葩 都火成那样了 好些年才开第一次演唱会 而且还是在邮轮上 之后发布的众作品 诸如专辑永远 和数章精选专辑 都表现了不俗的销量 全部突破百万 可以说是妥妥的 日本女性摇滚主唱一姐 从2000年开始 泉水姐姐陆续出现了 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和子宫内膜异胃症 曾因为身体原因 休整一年 对于音乐的创作和录制 也开始力不从心 整个乐队的铲除和销量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让从不主动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泉水 开始进行全国巡演 以挽回人气下滑的趋势 虽然接下来那几张作品 稳住了局面 但很显然呢 它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直到2006年4月 在泉水拍摄完MV之后 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腹痛 当即被送往医院就诊 最终被确定为宫颈癌 6月1日 在东京庆英艺术大学病院 进行了切除手术 并且手术非常成功 7月份就出院了 休养期间的泉水姐姐仍然坚强乐观 满心期待着自己可以继续进行音乐上的创作 可是天不随人愿 2007年4月 由于癌细胞转移到肺部 泉水再次住院接受化疗 虽然治疗过程非常的痛苦 但是它依然能调整好心态 闲暇之余还在写歌词 为来年的付出做准备 也许它的内心也像它的歌词写的那样 不要认输 只差一点 直到最后跑到终点 如此持续的鼓舞着自己 当年5月26日 接受完治疗的泉水 在完成散步运动之后 拖着虚弱的身躯 准备返回病房休息 时之 却不慎从三米高的楼梯间跌落 重重的摔在了停车场入口 失去了知觉 过往的路人马上就发现了它 立刻通知医生进行急救 可惜的是抢救无效 最终因脑部严重撞伤而去世 年仅40岁 早早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5月30日 泉水的家人和亲属就为他举行了秘密葬礼 并且埋葬 受法名 立畅院 承享姓辉大姐 他的死讯很快就被媒体所报道 那个曾经鼓舞整个日本社会的歌姬 如今又让所有人都为他悲伤 6月26日圈内人士在东京青山殡仪馆 举行了炸的板井泉水追思会 好友与同事大黑魔忌 知田哲郎等都纷纷到场 据说呢 生前比较要好的大黑魔忌 在现场气不成声 第二天又举行了面向公众的音乐葬礼 前来悼念的粉丝多达4万余人 也足见泉水姐姐的魅力 泉水去世后 他的歌声成为了众多歌迷心中的绝唱 每当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 人们也会再度播放他的那首《不要认输》 让他的歌声继续激励着自己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据说呢 在灾难发生和灾区重建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用这首歌在鼓舞着彼此 2014年 泉水姐姐的家乡神奈川县 《琴野士》 《不要认输》这首歌 被当地火车站瑟泽站选为专属近战音乐 据说呢 这里是泉水当年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地 以此啊 来为他纪念 好呢 今天的故事略显悲伤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在天国的泉水姐姐 仍然可以坚强开朗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